花蓮盛安宫在寒冬之际 募集善信大德的爱新 购买了1170公斤的白米 分别送给了吉安乡的六个村 盛安宫的主委黄永裕表示 盛安宫每年都要捐出 十万公斤的白米 透过村长来发送 关怀社区内的弱势家庭 也感谢信众大德的捐助 让母娘的慈悲精神 可以远远流传 异象象的白米陆续搬运上车 为请村长发送给社区中 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这次花蓮盛安宫在寒冬之际 再次发起的捐赠白米活动 我想说爱新结队不能停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有捐六个村的米 一共一千多公斤 一个村长将近有 两百公斤的米给他们 因为这现在股片 我们就借着这个村长的 一个当一个桥梁 然后来监留他们村里面 有需要帮助的人 尤其现在很多社会边缘人 他们一边都是 没有办法做到政府的补助 所以说我们尽量 能够的话 能够他们监制些米 他们都能够受惠的到 圣安宫每个月都在发放白米 一年都有超过10万公斤 而这次所捐赠的 1170公斤白米 是分别要送给南昌 宜昌 圣安 北昌 永安 泰昌等六个村 希望透过村长帮忙发送 让社区中的弱势家庭 能有足够的米粮来度过寒冬 而主委黄永玉也希望 这样的活动能够达到 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关注到 社会弱势族群的需求 记者 许立琴 吉安强报导 谢谢大家